分腿压 分腿压这个动作呢 把这个腿能分开多少 分开头 而且开始分不开 不两分别大的话 这样也是可以的 慢慢慢慢就可以练大 然后注意可以再向前挪一下 感觉这个筋衬得比较紧了 然后能断这刀就是好的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身体向前倾 然后慢慢慢慢地把手肘 看是不是可以放在地面上 觉得OK可以 然后在你带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筋衬开了 慢慢你可以再往下爬 对吧 爬到这个程度 然后当然你还可以再往下 这腿还可以分得再大 慢慢地练 这个大概需要几周和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你要有这个耐心对吧 慢慢地就可以把这个筋慢慢地撑开 你现在对自己怎么做的 很 然后之后你就对自己比较轻松了 随便的时候要注意身体挺直 然后尽量去向下 保持这个姿势 我们下位的旮员 就是这种好戏 跟随便摆